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CENYA 今天要為大家帶來的是 亞兵主食尊中耐久賽 第十六戰 Acento Prison 1186 戰銀石 這一關是小的銀石 我們可以從技群的位置起跑 你們會不會跟其他車比起來 那會很快 那是第三起跑的時候上車一位的我 前面的Rocky他起跑不知道為什麼 卡住在起跑線上 那如果有看後視鏡的話可以看到 前面的羅伊跟技群一下就變形了 我後面的是 應該是藤原 好 直線的速度是技群比較快 這個是 哎呀我自己一個失控 撞到羅伊 我跟羅伊的失控主選這樣被扣分了 後面過來的勝收超過我們 剛才藤原的車後 就是小的銀石呢 不是完整的賽道 只有 一二三四五 我 應該是五個彎吧 應該是五個彎吧 我要勝修在這邊好不容易跟上 再自己開得出去 那個外側 抓地力是比較差的 在這裡又一個換檔失誤 在這裡又一個換檔失誤 這個路線 入完 第二個彎 變成從內側 這個路線選擇不太OK 會勝手一下子拉近 勝手出完 這時候有出的很好 就已經被拉開了 就要撐慢了 就有很多的時間可以 反應 要怎麼操控 所以就在這邊 又吃到那個 抓地力降低的區塊 距離越來越遠了 一個打滑 打不開了 小路也跟著打滑 整個時刻 哎呦 把Rocky帶出去了 Rocky真倒楣啊 好 加速一下吧 這個 太久了 不然這樣加速就 就好像換一台車一樣 好 從86變成 好高轉速引擎 我覺得聽起來有點像機車 二行程那種 超過幾圈啊 剩下的努力了 看你第五圈 終於接近了 一六圈 開到三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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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 撞ção了後面是 前面被波爐 不小心撞出去了 螺伊 也在逐獻接近哟 在骨頭彎 把圍跟騰人路線錯開 才沒有辦法進攻 你應該是怕頂到嗎 同樣還是維持了這個路線 一圈才一分16到17而已 我們要跑70圈還有90分鐘 記群又創下了 新紀錄了16.4 守著內線 剩修從外線進攻 沒有辦法進攻成功 要玩 從外線應該不容易過吧 這個選擇錯誤 後面的羅伊一口氣就追上來了 現在變成離羅伊比較近了 大家剩修最近是要防守還是 但是繼續進攻就還蠻讓人猶豫的啊 阿森就在這邊路線失誤 跑開了 內側被羅伊站去了 可能要守不住了 羅伊看大眼之前超車成功 然後叫聲到第三位 羅伊在這裡跑出去 羅伊的速度比較快 然後進攻可是 坦然防揮內側 羅伊只好換到外側 這個玩 羅伊整個延遲下車 通到很前面 還想要彎回來 就跟聖修上一次的做法一模一樣 上一次聖修做的錯 被羅伊逮到這一次 換 羅伊這麼錯 被聖修反抽 不過直線速度好像還是羅伊比較快啊 下一個彎羅伊佔據了頭部內線 聖修也跟著插進去 兩台車一起超過藤原 藤原居然開到外面擠進來 發生控制 把聖修跟羅伊都頂了出去 後面剛來的我 在超過了羅伊 羅伊在我後面 再來是一個Rucky 前面被撞爆了Rucky 前面 加速一下 我們僵持一段時間 過兩圈到第十圈 我們在這邊 稍微失誤 路線開掉 在我跟上 羅伊你是禮拜沒試試看這個是 颱風喔 我真的阿 我去日本阿 後來颱風頂上 所以 這個肯定就好了 羅伊 羅伊這時候都進到了我的內線 小心我超車啦 但是下一個彎路線交換 我怎麼超回來啦 爽速了這個位置 我們也要速度有速度 我還要看來有誰是準備進攻 紅色的標示一直沒有消失 代表車子距離非常的近 好 這個我羅伊從外線 可是看那個樣子應該會開到外面去 果然開到外面去了 速度慢了下來 那位置還是被我守住 這個彎再一次失誤 好 髮皮已經跟上 這台車要黏在一起啦 我可以試圖來蹭第二個WIPI 擠進我的內線 我現在失敗了 我已經在這裡分離我的路線差 跟到非常的近 應該是練行組 我想要從側面過頭 過來阻擋 還沒有變行我只能放棄 剛剛的連續完成了 一般來說 之前幾關團員的路線 也不是這樣的選擇 不然有練習 但沒練習還是有差 我的內線被羅伊進攻 輕輕碰了一下 羅伊超車成功 Rocky也跟著羅伊的路線 我現在稍微開到我的前面一點 兩台車還在並行的狀態 Rocky越來越遠了 沒有並行啦 不過入彎起來還是擠進去 準備羅伊超過 要到第四 來吧 這個戰鬥還沒有結束 我們已經遇到了 飛跳圈的車輛了 但是第一名還是不見蹤影 羅伊在這邊 閃倒失誤開到外側去 速度變慢 下一個娃娃內線被我佔據 有機會反超 可惜我在這 羅伊內側開得太慢了 羅伊還是自跑出了前面的位置 下一個彎 頭人想守內線 羅伊進攻外線 羅伊又往外側走 羅伊準備要過手 喔 頭人居然擠了羅伊一下 又擠了一下 這已經是重複換線 然後又擠人了 然後又擠人了 哎呦 羅伊一個炸彈進攻 哎呦哎呦 自己飛了出去 沒有造成其他人任何損失 在後面的啦 這床圈有一點危險駕駛啊 應該說就是危險駕駛啊 不是有一點啊 我可以擠人嗎 我可以擠人嗎 我可以擠人 我也有進過 旁邊那個視角的畫面看過啊 那他是 回頭 回頭看羅伊的位置之後做出反應了 這實在是 沒了什麼爭辯啊 他已经进入第14圈了 连战了14圈 也没有啦 前面不是从第一圈开始站 罗伊在这边失误 打横 速度慢了下来 我的机会来了 没想到出完的速度上 我居然还是没有拿到优势 罗伊真是厉害 我决定改从内线 才能够有机会刹车进攻 可惜没有能成功 我居然进来防守 挡住了 下一个弯就出弯 我还是没有办法跟上 因为86的鬼流效应 好像我们不怎么抢 就像是刚在后面速度也没有多大明显的提升 我一在第二弯 瞄准了藤原的外侧 我没有出去 两个人一起开出去滑滑地满 对啊 我藤原开出去了更多 速度慢了更多 我这个没有开出去的 然后一次抄他们两个 包夹了藤原 我跟罗伊包夹了藤原 进入这个最急的弯 那侧还有车 我不能切进去 罗伊超过了藤原 我则跟藤原并行的出弯 现在夹在我跟罗伊中间 我想要换线也没有办法了 内侧已经是我的了 现在偷问藤原自己刹车十五 开到外面去 好不容易救回来 第三个位置被我拿下 现在就试试看能不能跟得上罗伊了 我现在才经过一些弯 距离就开始拉开 人物差距有点大 没有办法 跟不太上 时间来到第三十五圈 大概半场 半场比赛经过了 现在我跟罗伊的轮胎都快不行了 我们距离 就是每一圈每一圈都稍微拉开一点 现在已经变成差不多有这样的距离 名字都拉开不到了 我打算在三十五圈定战 一半的时候定战刚刚好 罗伊应该也是 接下来就是比定战的熟度 按了不快应该就比较有机会 罗伊居然没有定战 这是或许是我逆转的机会哦 加速通过维修区 我出了维修区了 我目前出在第四名 可见后面的距离已经蛮远的 这个落到两个人 罗伊跟同仁后面 罗伊跟同仁后面 应该就都在 比特里了 没错 出来的时候 我来到了 第二名的位置 啊 换完胎小心在我前面了 差一圈换台差了 距离就是这么大 来到第四十四圈呢 来到第四十四圈呢 罗伊逐渐更升 距离比赛结束 还有二十五圈 我在这边一个小失误 罗伊已经来到身旁 而且超了过去 我的第二名的位置 守不住了 根据刚刚前半场 我大概是在 心胎的状况下 比较能跟 螺伊 差不多速度 可是如果到了 轮胎开始衰退的时候 我就没有办法 像罗伊一样 保持那么好的 操控能力了 我得趁现在 胎还新的时候 胎还没有 损害到黄色的之前 想办法 穿过去 然后看能不能守到结束 这样我才有机会 这样一个弯是我比较有力的地方 靠近终点的那两个弯 是我比较不利的地方 对螺伊来说 这三个弯都抛回来了 如果出弯我的速度够快 跟螺伊并行 前到下一个弯的内侧 我两个人亲碰一下 如果两个人都救回来 将一个弯路线交换 螺伊还是在前面 我直接放弃 进针 换了一个路线 换指出弯的速度 希望能在下一个直线的地方 有机会再次超车 好 哦 速度看起来是不太够的 这个弯物才终于跟上螺伊非常的近 轻轻顶了螺伊的屁股一下 这个机会等于是被这样一顶就顶没了 螺伊在这里自己小失误 把你打救车 我因为跟得太紧了 没有办法 跟靠近一点 反而距离被拉开了 我只能等待下一圈 我在这里路线没有跑好 第一个弯跑得太开了 第二个弯会非常难转 除弯速度也会受到影响 难道这样子被螺伊拉开吗 我刚刚进去换错胎 进群换错胎 我们现在是来征第2 但是如果进群换错胎 现在还有这么多圈的情况下 在进去一圈带着几家 我们还有可能变成庄地引游 我们还有可能变成庄地引游 再进去一次还来得及 进去一面早说要一分多钟 螺伊在这边一个大横 这一次打横了大了速度慢了可多了 不是 我也被挡到 还是没有机会超多 现在至于比赛结束还有23圈了 地群进去一次 如果要一分多的话 对啊 对啊 可是你看你 现在还有二十几圈 我们现在不进去 不对的选择 那时候我们 比赛完也是蛮犹豫的 一圈慢两秒 不进去 大概是四十五到五十秒吧 进去的话这一分钟 的确是不进去比较划算 但不管怎么样 这个损失都是非常的大的 对啊 大家好 我已经滚到非常近了 我稍微慢一点 期待的螺伊再一次失误 果然没猜错 螺伊又失误了 不抄抄不抄的 每次没有分得太紧 终于抓到这个机会 连续三圈给这个机会 再抓不到了 就 螺伊你不可以这样子见画面 真的是画面满满 这一场剪辑下来都是螺伊 跟小鞋的画面而已 没错 那个衰日色 完全看不到我 以后不管谁啊 小鞋就不要跑到自己里面 都要跟他在一起 哈哈哈哈 前面遇到有点在释放释放的 艾雷斯 艾雷斯 我还在这边换我跑前面 结果就自己失误 有不好的路线 我真的觉得这个腕 有人在前面的时候比较好跑 不过我头一百分 你自己跑前面 食物的机会有高很多 我以为我调到几度了 嗯 再给他退一趟 我已经跟上来了 这个食物花了一圈呢 一圈多少时间 用米丁 嗯 我原本是 我原本是调很大 因为我想说 看能不能不用这样子 拉台湾高一点 可是我发现没有用 我就干脆把它调平衡 然后测速度好像也差不多 刚才已经 这小比赛是在 2018的9月30号 这时候的银石已经蛮冷了 他只要 琴角跟素角可以调而已 我 我又在同一个地方 失误 都卖了下来 成功有这个WiFi 失败有这个Wi 不会调的话 都只调了一度就好了 罗伊已经越分越紧了 我看这个距离觉得 应该还不用防守 可是我切到外线 没想到 罗伊一个刷车进了内线 我还好下一个路线交换 罗伊也似乎有点拼的过程 都快失误了 我刚刚罗伊过中间的时候 帐篷有点坏坏的 我再往后续继续试一下 我们带着这个失误所次啊 距离都拉开了 还有20圈要撑 我都没有调诶 太大了哦 很好玩啊 我现在好像大家都不那么喜欢 说太慢了 我再次好玩 下车15 重心转移过多到前面 一个打滑 他继续你被追进了 对 刚刚转大的距离又没啦 8.5秒而已 薄的 我用这个开一圈慢两秒 在这里 被罗伊亲顶了一下 一直碰一下 两个人都没有事 先给我换面了 对 好不容易又乘过一圈 怎么这么漫长 每一圈每一圈 这里70圈还好远啊 我刚刚不是说白色吗 我素角是白色 你可以把我调水打 在这个外面不容易打滑 容易的红标已经出现在画面中 下一个弯我还是 绝对走了外侧不防红 检角条最大 检角条最大 检角白色 轮尹在一起没有跟我拼进钩 我就寻找我一般的路线前进 没想到中间交换线的时候 轮尹竟然想插入内线 我也弯不进去手 轮尹搭到病行 接下来这个不太算弯能弯 走的内线很有可能就这样过 没有 还没有变形 两台车发自碰撞 我飞了出去 他们两个不是在产斗吗 我飞出去了 有一小天是你撞我 还是我撞你 根据事后来看 我们是没有并行的情况下撞到了 容易因此坏的悬吊 所以最后我有抽过 然后再抽过几局 来赛了这一场的第一名 耶 我觉得这个还是有撞到了 就没有这么的好 对啊 可惜啊 我们这集就差不多到这边 如果喜欢的话可以在下方按个赞 订阅并打开我们的小铃铛 就比较不会突破新的影片跟直播哦 还有FB粉丝团跟LINE的观众帐号也可以去追踪 谢谢大家收看 拜拜 by bwd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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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